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7年4月5日 宣华上人开示 参禅既是净律 净到极点 什么思虑也没有了 所谓静即光通达 必要静到极点 智慧光才显露 而能开悟 静 不到极点 则光不能通达 也不能悟 欲静到极点 必要本着六大宗旨 第一 不争 世界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坏? 因为人人都争 这包括争名 争力 争权 争地位 最严重的是争似 人心里常与自己斗争 一会儿想修道 一会儿想发财 一会儿又想吃好东西 自己与自己 争不平安 自己心里有斗争 人与人之间亦互相冲突 为什么冲突? 因为争利益 为什么要争利益? 因为想维持自己的生活 养活自己的家庭 而家庭的基本就是色欲 乃本着色欲而成立的 为了维持这个色欲 保护自己的家 便引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刺而导致家与家争 国与国争 其基本原因是一致的 起初是一国内国民与国民争 进而与其他国家分争 推而广之 阔而冲之 则世界与世界争 星球与星球争 造成水火不兼容之局面 宇宇宙内大战争 皆由这一念的真心而起 因此我们坐禅 先要把这个真心停止 第二 不贪 再深一步研究 真心后面有个军师 就是贪心 贪 明 力 财 色 食 税 贪得无厌 第三 不求 人为什么贪 因为在贪心后面 由求心所驱使 这个球 是非分之球 向外持球 见到别人的东西 则欲占为己有 第四 不自私 人为什么向外持球 因为后面有自私心作怪 处处为自己着想 自私的人什么都怕 因为心有黑暗 不够光明磊落 总怕自己吃了亏 所以心里 心里常常恐惧 第五 不自立 由自私心的驱使 进而专为自己利益谋算 第六 不打妄语 既然已犯了争 贪 求 自私 自利 这五大宗旨 便会打妄语 打妄语 打妄语的初衷 仍为了保持自私自利 故变个方法骗人 修道人 要停止这六种妄想 才得到平安 你若有此六种邪剑 则昼夜六时都不安宁 若能停止了它 则心里安宁 天下太平 什么麻烦都没有 为什么有麻烦呢 因为有此六种邪剑 所谓差之丝毫 谬之千里 只差一点点 便天天忧愁 忧愁天塌 又怕地震 又怕太阳失去光明 忧愁太多了 弄到眼花牙调 发白面皱 不知什么时候 又要去见阎王 这皆因为 不明白 做人之基本道理 修道要明白六大宗旨 心里才得大智慧 大安乐 大自在 现在每次略讲开示 将来大家把道理明白了 就不需要讲 做完出镜后 就要行香 跑香 跑香时 你也不争 不贪 不求 不自私 不自立 不妄语 就自然地持戒 不失 不失一切坏习气 忍辱 忍辱 精进 禅定 而得到智慧 参禅时 六度 齐修 皆有连带关系 现在大家 未明白道理 故多讲一点 将来明白了 则不必多讲 参禅是要实行的 譬如你说读书好 读书好 但你却不读 则没有用处 你说坐禅好 坐禅好 若不去坐 也没有用处 必要拿出宝贵时间 修此微妙法门 谁能静极光通达 谁就能开大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